防冻液多久换一次 有很多车主们一般都知道机油是多长时间换一次 也知道刹车油需要几年更换一次 但是对于防冻液的更换就比较茫然了 一般往往会忽略了这个问题 防冻液又可以被叫做防冻冷却液 目前我们平常用的防冻液都是叫做以耳纯水机型的那一款 大部分车主们大都了解到 防冻液主要是为发动机冷却带走多余的热量 与此同时又要防止冬季的时候 管路内的冷却雨水结冰 以此胀裂散热器的结果 其次防冻液还有为冷却的部件起到防腐的保护作用这一功能 成为发动机里必不可缺的一种液体 所有汽车的冷却系统都是一个密封的系统 一般来说防冻液的消耗应该是比较少的 所以防冻液一般不用更换的次数太多 一般的车型防冻液在两年或者四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